猴子与毒品 诶?怎么运来了这些猴子啊? 我们这里要做什么啊?要改成马戏团吗? 这些猴子是用来做实验的,你刚来有些事情还不了解。 我们这里经常会用动物来做药物实验的。 用这些可怜的猴子来做药物实验,真是太残忍了。 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健康。 它们是低等动物,为我们做出奉献也是应该的。 难道就因为它们是动物,就理所应当地成为试验品吗? 你看,那两只猴子相亲相爱的样子,它们的情感和我们无异。 它们也是有邪有弱的生灵,怎么能被当成实验品呢? 嗯,你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很多药物研究所都会用动物来做实验,这家研究所也不例外。 为了证实某种戒毒药物是否有效,这里的研究人员给一只雄性猴子注射了毒品。 好家伙,脾气可真不小啊,还挺凶的。 怎么样,毒品注射进去了吗? 是啊,好不容易才注射进去。 这个猴子实在太凶悍了,差点咬到我。 它这是怎么了? 这只猴子曾经被开水烫伤过,所以它一看到热水壶就条件反射地吓得躲在角落里。 我也是利用了它这个弱点才给它打上去的。 原来是这个样子,不过只有第一次打针时才会费点劲。 之后它会求着我们给它打针的。 没错,以后它会求我们的。 果然,这只被注射过毒品的猴子成了吸毒者。 它一见到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就会立刻从铁笼子里伸出手臂,挨叫着恳求人们给它打针。 看吧,它在求我们给它打针呢。 是啊,现在它已经离不开毒品了。 对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来测试一下我们研发的新型戒毒药物是否有效的。 我现在就去拿来,将新药帮猴子打上。 新药好像没有效哦。 不行,今天不能再给你注射毒品了。 不要白费力气了,再注射下去的话,你会死掉的。 退回去,快给我退回去。 看来我们研发的戒毒药物效果不太明显。 热水壶的下退效果也不是很大了。 是啊,这只猴子实在太可怜了,我们就给它少注射一点吧。 好吧,它实在太可怜了。 看看吧,毒品让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是啊,我们的药物对它来说毫无作用。 这下该怎么控制它的毒瘾啊? 当初和它一起来的还有一只母猴,听说它俩是一对很恩爱的恋人,感情非常好。 不如我们将那只母猴带来和它关在一起,或许那样能够减弱它对毒品的依赖。 嗯,这个主意不错。 就这样,这只公猴的恋人被带来。 那只母猴见到二十多天未见的恋人后,非常激动,恨不能立刻扑过去将它紧紧地抱住。 而那只公猴却面无表情,只冷冷地看了它一眼。 母猴愣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走到了它身边,依偎在它身边。 奇怪,这只公猴怎么看到母猴到它身边了却毫无表情,是不是它毒瘾发作了,就开始哈欠淋淋,鼻涕口水一起往下流,任何的人事物都无法引起它的兴趣呢? 真的呢,这只公猴现在抓住笼子的栏杆,使劲鸟晃,并发出一阵阵哀叫声。 根本想理母猴的意愿,一点都没有的。 啊,难道这只母猴知道我们在给她的恋人注射毒品? 这怎么可能? 她只是见到你想用注射器刺向她的恋人。 出于对恋人的关爱,她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由此看来,她们的感情真的很深啊。 只是这只公猴的内心现在只有毒品了,其他的事情对她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的。 混蛋,你在做什么? 她可是你最心爱的恋人啊。 快停手,你还想不想打针呢? 这只猴子和吸毒的人,丝毫没有区别。 丧失礼智,失去人格,感情冷漠,道德沦丧。 他们最终成为一具还在呼吸的行尸走肉。 嗯。 借毒药物的实验失败了。 这只猴子的毒瘾越来越厉害。 由于过量注射了毒品,它奄奄一息,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有气无力。 只有那条布满针眼的手臂,还顽强地伸出铁笼,手掌朝上,瑟瑟发抖地做乞讨状。 我们新研发的戒毒药物,已经没办法在这只公猴身上做实验了。 它毒瘾太大了,已经快不行了。 新型的戒毒药,我看要在这只母猴身上做实验了。 嗯,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这只公猴该怎么处理呢? 现在我们只能给它注射最后一针大剂量的毒品, 减少它临终前的痛苦,让它在虚幻的快感中结束生命。 让我先结束这只公猴的性命吧。 来,猴子,打一针吧。 打完之后你会感到非常快乐的。 不要怕,过来吧。 不要怕,打完这一针,你以后会求着我打针的。 来,来。 好痛啊,快帮帮我。 这只猴子疯了。 快来人帮忙啊,快来人啊。 众人纷纷赶来,七手八脚地强行将猴嘴撬开。 此时,那只公猴已经弃绝身亡,但那双猴眼却还瞪着研究人员, 一副满腔怨恨,死不瞑目的可怕模样。 这只猴子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想他这是在保护他的恋人吧。 可是他应该已经被毒品迷住了心智啊。 他不是对自己的恋人毫无情感了吗? 怎么还会保护他? 我想他应该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凡然醒悟, 为了抗议我们的行为, 也为了不让自己所爱的恋人步上自己的后尘, 所以做出了一只垂死的猴子, 所能做出的反抗行为。 嗯。 人和动物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 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比起人类社会里那些执迷不悟, 在毒品泥潭里越陷越深的瘾君子, 和那些为了自己发财, 而不惜将千家万户推入火坑的毒贩子。 这只猴子的表现, 似乎更配人这个高贵的称呼。 改天我们将那只母猴送回大自然吧。 是啊, 将它们当成实验品, 实在有些太不人道。 嗯。